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罗伯特·梅嫩德斯领导的一个小组 起草了一份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 内容是如果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战 将对包括总统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高级官员 实施广泛制裁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利·霍恩表示 这一方案得到了白宫的支持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警告说 制裁国家元首等同于断绝关系 佩斯科夫表示 俄方希望美方只是试图通过激烈的言辞 对俄罗斯施加影响 而最终理智可以占到上风 他说美国如果对俄罗斯国家元首实施制裁 这将是超出界限的行为相当于断绝关系 俄罗斯时刻准备着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近期俄罗斯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围绕乌克兰问题矛盾不断加剧 俄乌两国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 北约和乌克兰不断渲染俄罗斯入侵威胁 俄方则强调局势持续恶化 是因为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国会完全患上了反俄罗斯的歇斯底里症 当今世界的安全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作为代价 李亚布科夫称 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的安全保障对话陷入僵局 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及北约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 不准备满足俄方对北约不东扩等安全保障问题的要求 李亚布科夫表示 即使美国实施新的制裁 俄罗斯也不会在压力威胁和勒索下屈服 李亚布科夫